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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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在我阿芳介紹美食的事物 今天去哪裏 你看到這是黃大仙站 今天去C2出口 王大仙南館 其實吃甚麼 我現在都答不到你 有個網友告訴我 王大仙南館開了一間新酒樓 在金華冰室的對面 看看是否金華冰室 我自己也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金記冰室 金記冰室的對面 不知道是甚麼名字 不要緊 我現在決定去找一找 看看那間店叫甚麼名字 說新開 真是新 為甚麼 Open Vice 都未見到 你唯有多新 大家心催喪 所以我現在一路泊下去 去到門口才告訴你 那間酒樓是甚麼名字 只是一些店心居 我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很多東西都不認識 我去到那邊再說 我現在一路走過去 好 這裡已經是C2出口了 南館也在這裏 當然先進去吧 我都不知道這間店叫甚麼名字 我想問這層有沒有新開酒樓 有 直行 現在有客館 甚麼館 客館 客館 好啊 直行 客館 哇 走了一段頗長時間 都找不到 最後我問了Information 他說那間店在這邊直行 叫做客館 是新開的 這間 我們來試一試 剛剛到了 很難找 試一下東西行不行 進去看看東西行不行 好 坐下再說 好 進來坐下了 其實現在下午茶時間 我覺得價錢不是很遠 為甚麼這麼說呢 第一 星期一至五 十四至十六 二入坐計是差一元 二十一元小點 二十五元中點 二十九元大點 還有三十三元特點 差一元這麼少 我覺得無謂等下午茶來吧 基本上店隔離都沒甚麼所謂 其實星期一至五的下午茶 大中小點特點都有八字 我不知道哪個才是真的 星期六入除外 其實他就說是客語 我見到 咦 進來不是那回事 一見到這四個字 我就知道服名下又來了 大家見不見 客家好賺 是 看看東西怎樣 我也是那一句 叫完之後才知道龍腰房 不過已經到心中有數了 那我們也要吃 進來是不是 不要緊 我都會照直說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這碗是菜乾瘦肉粥 價錢二十五元 都放得比較豐富 所以吃起來都十分滿意 容量和平時一般酒樓比的 皮蛋瘦肉粥的碗都差無幾了 而且它的粥底煲得很好 米都煲得開花 而且粥底煲得好麵滑 整體上我都十分滿意這碗 二十五元的菜乾瘦肉粥 這個是鮮蝦炸雲吞 價錢二十九元 一碟有三件的 嘩 這個炸雲吞來到 簡直硬硬硬硬硬硬硬 三尖八角 第一個炸雲吞已經比較細了 再加上你看看有一粒 嚇死你了 嘩 吳光師傅上身 塗了油 它的紙都不能夠將它的油 減低 你看看它的油 多恐怖 整個好像黃河一樣 這個炸雲吞是脆夠熱 蝦也挺新鮮 挺好吃的 內河的買商和外觀真的比較差 你問我脆不脆 這個很脆 酸甜汁來說 它也有一小碟 不是平時可以洗澡的感覺 我咬一塊給你聽 其實它真的不差 內河炸到這樣 我真的想不到 我試一塊 咬一塊多油的給你看 我咬給你聽 事實真的挺脆 而且挺新鮮 不是軟了 我覺得不錯 二十九元來說 貴一點 因為其實這個尺寸 還有這麼多油 功夫就比較差 這碟是牛肉腸 一碟有三條 價錢二十元 它不是在QR Code 下單 它是另外再給你一張比較小的白色紙 在那裏有幾項 都是二十元的腸粉 那我就選了牛肉腸 拿到上桌的時候 大小就靜靜上上 不過買商就有點出奇 為什麼腸粉皮呢 其實看上去就變得變 但是為什麼蒸完出來 好像有點想粉碎的狀態 因為你看到有幾個位置 都是脫掉的 有些腸粉皮在那裏 尤其是最近鏡頭這條 你看看它自動龜裂過的紋 完全沒有碰過它 一看見都知道出事了 應該叫錯了腸粉 其實弄開給你看 你就知道 在你面前先夾開 咬下去的腸粉皮是沒有煙韌的 它是很霉的 很爛的那種腸粉皮 完全沒有米漿味 另外它的材料放了有少許蔥 芫荽分量非常少 尤其是滑牛肉那方面 更加薄魚子 還有最特別它沒有下馬蹄 反而下了幾粒青豆 牛肉味也不是很突出 吃下去它的滑口程度就一般般了 但是最差最差就是腸粉皮 無論你的甜醬油做得很好吃 你加起來 都想逃避不想再吃 不過腸粉也算不是很飽肚很細的那種 我們倆都會盡力KO這兩條腸粉的 這是醬汁蒸鳳爪 價錢$29 一碟當然只有五隻 它也不是少得那麼緊要 現在是正常的 其實鳳爪的質素是不錯的 它沒有雪味 但是咬下去的軟骨 全部都未必咬得開 比較像煲湯的雞腳的感覺 醬汁來說真的比較差 為什麼呢? 我感覺有點苦 可能花生的衣 它不太浸泡 或者本身也不漂亮 所以整碟有些苦苦的味道 怪怪的 再加上它拌一些蠔油也不算多 而且又沒什麼加糖 變得很苦怪 吃下去苦苦澀澀 好像在吃藥膳鳳爪的感覺 所以這個你問我$29 也不值得 其實它的醬汁做得不好 令到鳳爪 無論你再點好或者點叉都好 整個神髓就已經沒有了 你說這個拿來拌飯 千萬不要白飯都浪費了 這個 那花生來說 它就真的挺硬正的 不過就酷酷的 這碗是香草豬腳薑 價錢$38 一拿到上桌的時候 最滿意就是這個小食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它給氣餅的容量非常之大 可以比剛才那碗菜乾瘦肉粥這麼多 還有裡面浸豬腳薑的甜醋 是夠熱辣辣的 可以說得上是滾熱辣的 看到旁邊煲滾了的氣泡 噗噗噗噗噗噗 好厲害 喝下口真的相當之熱 還有它比較甜 多過酸 所以是很容易入口 連老公不喜歡吃豬腳薑的都喝了一口 試味 好不可以嗎? 好不可以 不辣 酸酸的幾個人容易入口 還有筆薑的份量不算太多 可能它浸薑的效果也不是浸得太多 薑就切到小小粒 好像平時丁方那樣 類似打麻雀的色仔 兩粒差不多大 吃下去是有微辣 即是它浸醋的程度不是太久 要不然辣味應該會消除了 這些薑也算是老薑 所以其實是有少少筋的 不過因為浸了醋 那些筋的位置已經軟化了 所以很容易咬得開 其實我也蠻喜歡吃這種薑 因為我覺得太嫩的薑反而不好吃 要老薑才夠刺激 而且最滿意不是豬腳 而是雞蛋 它竟然給了兩隻鵝 這些雞蛋可以說 類似台灣買的鐵蛋 它真的很銀皮 而且黃也很飽滿 帶有橙黃色 黃佔的份量比蛋白更加厲害 所以一咬下去 蛋黃的香味 直接充滿在口腔裡 最後就是要說回豬腳 豬腳的表皮是夠軟的 不過拉著皮的軟組織 類似筋位的那些 它有點嚴重 但因為豬腳也算入味 咬下去不論是皮或軟組織 都已經全部有香醋味 即是比較大甜的醋 份量也給得多 因為有三塊 雖然它也不是切得很大塊 有些人不喜歡吃豬腳裡面的腳趾胃 我兩樣都沒有所謂 所以我覺得這個豬腳薑 38元算是值得吃的 起碼我最喜歡的雞蛋 它都給了兩隻鵝 我 這是黑椒金錢圖 價錢33元 價錢不便宜 但告訴你 小人角與大人角 老婆吃了一塊金錢圖 但你看看金錢圖 比牛雜檔切得更小 可想而知 多恐怖 總共只有六件 好像丁方那樣小 你不知道 以為麥當勞薯條 多誇張 豆泡真的像一粒食仔那樣小 吸味吸得不夠 因為這些太迷你版 而且它是鋸開 所以比較一般 黑椒味也很重 味不算很濃味 好有一種 好像橡黃蒸鳳爪那種感覺 完全沒有 它是像一些什麼 好像煲完湯 拿上來放上去 然後再加少許調味的感覺 這個東西33元 它真的頗為貴 不論好吃 不好吃 因為跟外面的比 最多只有二分一份量 左右 這裡的東西真是 物輕情義重 我不可以用什麼形容它 只可以這樣說 這隻 這隻是河香珍珠雞 一龍有兩件 價錢29元 一拿到上桌的時候 看見珍珍珠雞的大小 都跟普通一般酒樓差無幾 其實剛才有點擔心 因為我們吃了有幾樣都一般 所以在想會不會珍珠雞都一模一樣 幸好我看到隔壁桌貼得我們很近 兩位老人隔壁一早已經吃完那龍珍珠雞了 我馬上放心了 因為它連蝦米腸都吃不完 可想而知 腸份是一半半 反而珍珠雞一早就已經KO了 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 現在在鏡頭面前揭開給你看 在未介紹這隻珍珠雞之前 就介紹了我剛才吃的那隻 因為我吃完之後很滿意 因為很多時候不論糯米雞或珍珠雞 糯米都會黏在荷葉那裡 但這一塊吃完之後都沒有黏得很誇張 所以我覺得去處理這個荷葉和糯米做得很好 首先就要賺一下糯米 軟軟到適中 我很怕吃的糯米是太過軟很霉的那種 也都很怕吃硬過頭 要用牙力照那種 這個就剛剛好好適中 而裡面的餡料都相當不錯 揭開之後 我剛才那隻就有冬菇 有豬肉 有蝦米 還有蛋黃 看看能不能找到 冬菇 這裡比較少 蛋黃有 豬肉就多過我剛才那隻 蝦米這裡就看不到 但剛才我那隻有兩隻蝦米 它那些醬汁也算是適量的 起碼吃下去不會太乾太寡的那種 很硬的那種感覺 它也是有些醬汁混在一起吃 味道的層次就會增加了 最特別就是剛才那隻有兩隻蝦米就更加香 我相信這隻就沒有 我看到有蝦米了 但是只有一點點 只有蝦米的味道 可能這隻就會吃下去飽肚一點 因為多一點豬肉 就是瘦肉的方便 但是蝦米的香味就沒有那麼突出 還有我剛才那隻冬菇 有這顆蛋黃這麼大塊 所以我就比較滿意剛才那隻 整體來說 這個荷香珍珠雞 29元兩隻都算是合格的 保密尋櫃底 終於在糯米的背後 就找到那顆冬菇了 原來它黏在糯米的底部 其實都有剛才那顆蛋黃這麼大塊 都算是OK的 它是比較脆口 還有有些菇香味 好 接著說說這個蝦汁蒸排骨 這個蝦汁蒸排骨 來了一段時間 剛才也挺熱的 排骨很小 還未說價錢 價錢33元 你看牠的排骨很小 這些是雪藏骨 我告訴你們 不能騙人的 一吃你就知道 不是冰鮮 是雪藏骨 雪味去得很好 沒有雪味 但排骨的質素很差 咬下去 好像硬骨骨的感覺 完全沒有彈性 好像被人扯乾水 好像千年薑屎肉 墊底有南瓜和芋頭 但排骨份量真的很少 你看 只有幾顆 想怎樣 芋頭和南瓜比排骨更多 我都不知道它做甚麼 收33元 下午茶還要收33元 如果是正價 千萬不要喊 真是嚇死你 雖然正價也是欠一元 但欠一元 不會突然變成十幾二十顆 是不是 我不相信 事實 他們這裏的東西 都挺珍貴的 另外南瓜和芋頭 就由老婆說說 南瓜是帶甜的 芋頭反而沒甚麼芋香味 即是芋頭的香味 其實四個字都應用了 就是淋、散、粉、麵 說完 因為剛才吃到南瓜 它又淋 但很快就已經散開了 而芋頭好像融了 那種粉麵狀態 所以我覺得 即使它的調料 包括豆豉、蒜蓉、辣椒 放了幾多幾多 都想不到味 你看一些芋頭就知道 只想不到顏色 反而南瓜也有蒜蓉 你看看我夾下去 都沒用力 它就已經散開了 所以我覺得 就算它的調料 做到這樣的效果 真的非常不享受 排骨的部分多 但真的吃下去 零零頭 這碗是杏仁茶 價錢21元 一看到有21元的杏仁茶 當然不會放過 因為不是那麼多茶樓 有杏仁茶吃的 多數都是一些 比較中高級的酒家 或者茶樓 甚至是潮式酒家 才會有杏仁茶 作為一個甜品 還要收21元 就比較少入 因為它本身寫著是小點 那我就在想 會不會這個碗 裝上來給你 是很迷你的呢 大概只有120-150毫升 想不到 拿到上來超過200毫升 我想分分鐘還多過250毫升 等同家庭裝的飯碗一樣 看見賣相相當不錯 我覺得它的濃結程度 是可以比美高級酒樓 而且它有杏仁油浮在臉上 吃進口的時候 夠滑夠香 杏仁味很突出 甜度也不算太高 所以我比較喜歡吃小甜的甜品 這裏真的做得相當好 只是杏仁味已經比一般酒家更濃郁 這裏真的挺欣賞 拿到上桌的時候是夠熱辣辣 入口是覺得享受兩個字 在口腔裡面 幸好鹹點就一般般 但甜點居然有驚喜 真是挺特別 最后由我做这个完美句号 这个就是香芒冻布甸 价钱$25 我猜不到 这个布甸竟然这么好吃 第一它不是软的 甜度也很适中 相信这个布甸比甜品宝做得更好 当然我也想说一点 一点我不能肯定的东西 你问这个布甸是否交来 不是厨师做 我回答不了你 因为厨师要做不难 所以有些人经常说 工厂交来 如果你确定你是供应商 或者你在做过 我就相信你说的 否则大家可以留心 我只是说我自己吃东西的感觉 当然这个真的很好吃 你问是否在旁边的甜品店买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真的很好吃 25元是比较贵 为什麽呢 这麽小杯真的会比较贵 因为刚才老婆的杏仁茶 她自己煮只是21元 但这个要25元 我就觉得比较贵 还有它这个淡奶 我不多说了 这些是普通花奶 又不会说自己做自己混合 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真的有些普通花奶 至于什么牌子 我吃不出 只是知道是花奶 这个真的一个完美句号 竟然吃到最后也挺开心的 始终吃甜品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会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经常说 吃甜品就吃甜品就吃甜品 吃甜品那段时间 真的告诉你们 无论刚才的东西多不好吃也好 甜甜的 腦里面的感觉 都会分辨一些很开心的讯息给大家 那这个安多芬应该是老婆说 我觉得挺好 但有些东西不好 始终都会记得的 好了 今天说的食物就是这么多了 好了 来到美人招镜 刚刚说完甜品 因为现在差不多4点了 都不要阻挡别人 好了 接着就说最后总食评 这间客馆其实都是网友推介我来试一试的 我刚才也找了一段时间 因为其实真的不知道这间店叫什么名字 变成了我有一点点馒头烏鹰 那这里呢 首先我讲一下它的服务 服务适应是做得挺好的 不错 但是送菜真的很差 告诉你们 它的礼貌和态度 简直很晦气 好像不想做那样 我问他拿碟豉油而已 在这里 大佬不用啊 我觉得有时候的东西 我问句而已 好声好气就可以了 接着还跟我拗 我说你不是跟我拗 你是不是想投诉 我说 接着我找个伙计 我说你这些人是不是想投诉 我说 这样的礼貌和态度 完全不行 当然你说今天食物 我就觉得真的比较普通了 为什麽呢 第一 价钱它都比较贵 食物好像小人角那样 研割版 就好像人家常买东西 那些叫研割版 将些东西 明明的外壳是这样 但它就研到有这么小 只有这么小 另外价钱来说 下午茶是有八折的 原来是另外有八折 我觉得也挺划算 相对你说下午茶的价钱 三十多元再有八折 叫做抵一点 感觉上 今天食物的质素 真的比较普通 推介也有的 我推介两个甜品 不用说了 杏仁茶和芒果布甸 都是好吃的 当然 因为最后吃两个甜品 口腔真的非常好 另外我想补充 金钱肚 是比较硬的 第一个就比较软 第二第三第四个 都是很硬的 咬下去真的有少少角力的感觉 其他东西让我老婆说说 还有 这里其实是客家好赚 大家心中有数的了 我不多说这些东西 我客家好赚都拍过 你可以看回那条片 在右上角有条链 你按进去看 我拍过客家好赚 大家就量之一二的了 其实一进来 看到客家好赚的另外一个品牌 我们都为之一阵 因为虾饺和烧麦都可以不放弃 因为上次的感觉不良好 所以我们今次虾饺和烧麦都没有给你们看 主力变相其他点心 这里有很多是我平时不叫的点心都可以的 例如菜肝瘦肉粥 真的挺好吃的 料多 大碗 热度够 还有 它的味道熬得好 而且它的下味不太浓 我很怕吃那么浓味的粥品 另外 我觉得它的浓稠度 最初就觉得比较稠 后来就吃多几瓶 几瓶的粥 它就开始稀 就适合我吃了 而且它的材料很丰富 我很满意 尤其是菜肝的味道 它也算是OK的 虽然它叫菜肝瘦肉粥 但吃到果皮味 这个是买点 另外一个点心 就是猪脚姜 猪脚姜 我觉得比起很多酒楼 酒家都做得好 而且份量虽然不是很大件 但是它也算是很丰富 所以我整体上 就觉得很满意 因为醋 虽然它不是一样一半 它不是甜度和酸度 调校到刚好 但是它轻轻偏甜 又很容易入口 而且喝起来 都觉得不会咬喉 是顺喉的 而且最重要是滚热辣 可以用滚字 你想想多厉害 而且最特别的就是有两只鸡蛋 刚才我也说过 那两只鸡蛋 而且有少少浸度 足够透 是铁蛋的感觉 挺好吃的 而且我觉得整体上的份量多 所以都很满意 其余方面 我觉得这里的桌子 如果不是坐卡位 就小一点 我们说不搭桌子 其实因为叫了十个点心 也有点难度的拍摄的时候 茶叶方面 一般一般 都是预先给了 中菜馆的茶包 你自己冲 其实我们拍过客家口罩 你都知道 其余方面 我觉得跟老公 以上应用的差不多 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么多 今天价钱十样东西 就二百八十九那半 贵就不属于贵 但是如果这样的份量 就很贵 因为我们要求十样东西 二百八十多元 其实我现在吃不饱 我现在要想找什么吃 可能我们没有想到 它的东西很小 因为就算客家口罩 也会大份些东西 只是不好吃 但是这里第一不好吃 第二还要很小 所以比较差一点 这里虽然新开张 大家都可以想想 我今天说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喜欢看影片的话 订阅、赞好、分享、留言 多谢大家支持 拜拜 其实还有一样 我们也十分清赞的 就是珍珠鸡 珍珠鸡 中上水平 如果適合吃四五个点心 是我们刚才以上叫的 都可以来试一下 下次找个第二间介绍给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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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